Lio聊世紀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伯根蒂人對上庫曼人的對決 地圖是天梯機器場地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藍方 藍方是庫曼 庫曼最大的特點 封建可以蓋TC 還有這個衝車 城堡時代就可以升級衝車的升級 但通常沒人會這麼做 通常還是會先上帝王時代 他的騎兵是跑速最快的騎兵 單位是清查 清查這個散彈槍的馬公公兵 非常的猛 好 那我們來看伯根蒂 伯根蒂最大的特點 就是他這個馬上輕裝騎兵 這個有可以蓄力的騎馬攻擊 非常的強 那伯根蒂是一個經濟文明 非常強 他的經濟能力我覺得有可能超越波蘭 跟圍巾 甚至可以跟圍巾 或是比圍巾更強 都有可能 因為 伯根蒂這個文明 他可以在前一個時代 優先升級 下一個時代的經濟科技 像你封建時代 他就可以升城堡時代的伐木技術 跟這個農田技術 那城堡時代就可以升地龍時代的農田跟伐木技術 所以到了後期 其實他這個文明 欸 農得非常速度快 很可以在地出那一波 人家可能還在地出還在研發科技 還在農 他可能就已經全部研發好 然後直接打死你一波 都有可能 所以伯根蒂在打這個遊俠的時候 也是特別強 因為他本身遊俠的科技 是減半費用的 正常遊俠是1300肉 然後750斤 但是伯根蒂好像只要350斤 然後 700肉嗎 還是600肉的樣子 650肉的樣子 價格是非常便宜的 所以伯根蒂打遊俠也是非常速成的 那大部分的情況 還是會打這個馬上清裝騎兵 他的這個特色的寶兵 還是比較強勢一點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配置 稍微講一下 因為最近出了教學片 比較偏向於新手的學法 非常的簡化 不會做得太難的複雜的配置 那我們還是稍微講一下其他高手的配置 看一下跟我們一般的 比較基本的配置有什麼差別 那競技場的配置跟阿拉伯會不太一樣 因為通常大部分都是直層的打法 而且路喔 趕路也比較近一點 所以也比較輕鬆 阿拉伯的路有時候會很遠 趕的時候就會覺得有點痛苦 好 那這邊是10個人吃肉 那跟我昨天發的那個教學是差不多的 反正吃豬到 然後 欸你羊吃大概六個人 然後拉出一隻七隻 然後八隻再補兩個 然後吃鹿兩個 大概都十個人 簡單來說你只要記得喔 十個人吃豬肉 然後兩個去吃鹿肉 差不多就是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果子喔一樣就四個人吃 那這邊配兩末 這個就是比較高端一點的配置了 那我盡量不要讓大家去記有的沒的喔 就記有最簡單的標準的話 洛馬就三末 弓兵就四末 因為洛馬不太需要一開始喔 這麼多木頭 好 直到這個封建時代之後 要補到十末 然後趕快去挖這個木頭 去種田 趕快上城堡時代 差別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而已 所以其實學起來不會太困難 那看起來這個庫曼的配置有點特別喔 不知道他會打什麼樣的戰術 他的木頭非常省 好像開始在補木頭 前行步啊木頭 找你 應該是想要找你上封建吧 這裡可能是要19匹 上封嗎 對喔他Solo了喔 49507 哇有了 點了 果然喔 這個居然不是直層戰術 因為通常經濟場 我們都會打這個直層戰術 不然就是這個塔公公 封建戰術 那塔公公來說的話 比較適合封建 有挖石頭 或是工兵減免的 然後一些文明來說 會比較適合一點 因為比較有這麼多的資源 去跟對方換 像波蘭阿 韓國阿 這種採集石頭 有這個額外加成的 欸 結果庫曼這邊也想要直接塔公公 是不是直接挖石頭了 哈哈 四個人挖 挖木頭 可能要再補一下 因為如果他要去塔公的話 自己喔 趕快補木頭 因為這個一個塔箱漲價了 是要50木 那以前呢 這個木頭只需要25木而已 那這個塔也變貴了 連這個物價再漲 那塔的價格也再漲 好 那這邊不知道差哪個位置 他應該是有看到這裡的位置嗎 這個祖金的位置 好像沒有看到欸 那他怎麼知道這裡有祖金 難道他開圖 還是他其實有看到 我來看一下 什麼都沒看到 什麼都沒看到 喔沒有開圖沒有開圖 他只是盲插喔 並沒有插到經濟資源 可能第一座塔也不是算盲插啦 就是第一座塔一定要拆喔 然後就趕快去敲這個石牆 那村民呢 打這個石牆建築物是有這個傷害加成的 所以 所以其實敲這個石牆蠻快喔 雖然他的防護力 近防有大 但是遠防有死 所以其實不虧 這個額外傷害嘛 很明顯喔 這個村民打這個建築物傷害非常快 村民只有三共而已 近防8 卻可以打出這麼高的傷害 這就是四季立國的一個平衡喔 讓這個村民喔 有比較強大的一個拆家能力 好那伯根蒂這邊是算一個 24P上層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P數可能會有點極限喔 通常我是建議25P喔 新手先建25P 但是24P上層有好處喔 就是不用蓋房子 剛好25個房子喔 就不用再補 然後點一下封建時代之後 然後再補兩個P數喔 就可以再 升上去城堡石彈喔 好這邊可能被打破 哇 直接 直接定攻擊 還沒點織布 血量25滴血 非常少 OK這邊能蓋得起來 可以 哇直接塑膠玉川 庫曼這邊強攻看起來非常的猛 這邊不點織布阿 因為這邊通常經濟場的話 都會想要打一個偷資部的打法 這邊可以省50斤 上城堡時代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哇這邊肉馬直接被擊火掉 這邊能圍得起來嗎 哇肉馬直接繞進來 有點可惜 後面的這個村民能保得住嗎 趕快趕快 好先把這個馬圍起來喔 然後再來蓋 好但是這邊蓋塔能蓋得起來嗎 感覺有點極限 瞭望塔的速度 有點快 這邊直接下 再下另外一個塔 要來連環塔 塔這塊主機 這邊直接收孫 收了五個村民有點多 這邊四村 你看到這邊收四村 攻擊至五加零 這邊收五個人也是五加零 其實瞭望塔的傷害就是這樣子 最多就是四個人 所以其實都是一樣的傷害 應該不是看攻擊力 看這個 零加四才對喔 四隻箭矢 這邊也是零加四 OK 伯根第一這邊點下了二級伐木跟二級農田 封建時代直接開農 那有人會說 那伯根第一上了城堡時代 到底要不要點這個三級農三級木 我個人認為是可以點這個三級木 三級農 我覺得沒那麼必要啦 當然要點是可以啦 但是就是會有點傷軍事 你的軍事可能會有點辣場 可能會有點跟不上對手 所以我覺得伯根第三級農 可以考慮一下 真的沒有必要一定要點三級農 三級木的話也是喔 但是我覺得三級木點的CP值還是蠻高的 因為伐木技術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香啊 很多東西都是需要用到木頭的 你不點的話就有點尷尬 而且木頭也可以很難去換農田 所以伐木技術我覺得還是有必要去點一下 好 那個這邊直接拉村民出來打架 好 這裡要圍嗎 還是直接開扁 這邊想要圍讓村民走不了 好 這邊村民直接收村 變兩隻箭矢直接開射 想來逼退對手 對手這邊決定還是不要打 因為有劍塔有點危險 好 這邊決定要再敲牆出門了 然後這邊封金封得還不錯 而且這邊又拉四村過來 直接兩邊雙管齊下 那庫曼這邊封建時代也開出了自己的TC 這就是庫曼為什麼封建時代 可以打塔弓的一個做法 因為他打塔弓自己也可以開下TC 然後讓自己的經濟再更好一點 但同時也會犧牲自己的經濟 就是讓自己的經濟 拉太多村民 出來去跟罪方做交換 那這邊封金封得蠻徹底的 我覺得庫曼這一波打得很好 這邊兩塊金都被封印住了 這邊伯根蒂上城堡時代 可能要靠一下買賣 不然就稍微挖一下金 然後到城堡時代之後再靠買賣 然後去換點資源 出一點黃金冰 像什麼沖車之類的 或是直接出這個插城堡 也是可以 因為他城堡在裡面 石頭在裡面 這裡可以插一根城堡 這邊可以稍微撞一下 插在這裡或是這個位置 就可以插一座城堡 可以把這座塔給拔掉 不然該這個位置也可以 直接拔這兩座塔 好 那伯根蒂這邊這邊點下二級踩石 哇 他這個資源有點 有點多 突然踩石 頂多點一級了 點到二級有點太猛了 超高速挖死 好 那庫曼這邊點下一級射 增加這個箭塔的射程範圍跟傷害 這邊打破一個洞 但是伯根蒂這邊防得不錯 直接圍住了 讓庫曼沒辦法繼續進攻 直接原地起一個塔 好 村民樹開始漸漸拉開 四七村對上三四村的村民樹 伯根蒂暫時若後 但是這邊有這個科技 經濟科技的優勢戰 所以他這段時間 已經也是慢慢反超對手 庫曼的經濟 庫曼這邊還有點下一級農田 稍微有點尷尬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他還要做的事情 就是雙TC 一直運轉 不要斷村 像他這邊還是有斷村 但沒有辦法 有時候在前線 你要一直按這個村民 還要打前線的話 斷村是有點 算是正常的事情 就是不要斷的太誇張 什麼斷個五分鐘 十分鐘 那都還好 斷個什麼 十秒啊 二十秒 雖然還是有點多 但盡量就是不要 好 村民 上了車 直接dejabu 衝車撞得過來 開頭我們講到了 庫曼封建可以造這個衝車 城堡果然蓋在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 可以打掉這塊劍塔 這兩個劍塔 這個劍塔打不掉 可能要升級射存才可以 完了他這樣只能射掉這個劍塔 目前還是封金狀態 沖車直接可以撞城堡 城堡的血量還是蠻多 應該是可以修得回來 好 血量還算可以 三千多滴 應該是ok的 好 那這邊移上城堡時代 城堡蓋好 馬上按照這個 輕裝騎兵 的一個生產 這一波還在繼續修一下 稍微存一下 這裡馬上輕裝騎兵 好 這邊劍塔又插了進來 哇 這邊打得很侵略喔 雙管齊下 左邊這邊直接敲這個4級 想要讓對方再斷點金喔 需要再補一個4級喔 才可以做買賣 但是輕裝騎兵早就出來了 直接反殺 哇 太子速度非常的快 馬上輕裝騎兵攻速快 而且還可以蓄力攻擊 雖然第一下之後 攻擊只有8而已 那騎士喔 是10攻 差兩攻喔 所以最好這個輕裝騎兵喔 像這樣突擊 打完一波之後再打一波 一直跟原地互打的話 其實有點虧的 喔這邊直接低掉4級 哇太狠了 這麼貴重4級喔 直接這樣低掉了 然後夢想趕快圍 但是有點難圍起來 可以保住兩村的樣子 好大良村民直接要出去了嘛 這一波封建塔攻 庫曼只有稍微賺到一點點東西喔 稍微守住對方近一段時間 那自己村民喔 也是明顯拉開了 快拉近了 拉開將近20村左右 所以這個庫曼塔攻 在競技場還是有一定的強勢在喔 這個強度還是有的 好 那這根研塔 一樣在盧曉 這也要找機會喔 這個馬上輕鬆騎兵去撿一下 好這兩隻村民 還在這 好但是已經打破城牆了 開始在扁村民 村民逃不掉了 那這邊庫曼直接損失武村 經濟小傷 那這邊庫曼點下這個一級農田喔 本來是想要點這個靈甲 是要走長槍兵路線嗎 好看起來是喔 雙軍營 但這個馬上輕裝起兵喔 最厲害的地方就是連這個擊兵喔 跟這個重裝長槍兵喔 都可以快速打倒 雖然對方可以不用黃金跟對方換喔 但他對抗這個疾兵的效果 還算是不錯的 好這邊終於可以挖金了 但是挖到金的村民還是會被射到 所以這個箭塔還是要趕快去處理掉 好 好 輕裝起兵一直出 當然自己的TC喔 3TC也在努力運轉 應該是沒有鑽村的問題 還行 好 村民術慢慢追的上來 福冠蒂這邊沒有點下3級伐木 這個肉還是先投資給這個馬上輕裝起兵喔 沒有拆完就直接往前走 這邊是感應到手了嗎 他怎麼會知道他在蓋城堡 這個人怪怪的 是我的錯覺嗎 好 這個門打不破 所以城堡快好了 趕快撤退 好 前線蓋個修道院 稍微可以補下輕裝起兵的血量 好 城堡往外蓋 但沒有蓋正面這個位置喔 所以這塊金可能還是會被控喔 場槍兵升級中 他又按了一台衝車耶 是想要幹嘛 他想要繼續衝撞城堡是不是 但這個衝車有點是白給囉 除非這邊場槍兵能打得贏這一波 看他這邊是升級 升級往後一個反戳 直接戳死一隻馬上輕裝起兵 結果這邊沒有換到任何一隻場槍兵 馬上輕鬆起兵直接被打了回去 衝車再繼續按 富曼這邊 想要再繼續A 哇 這一波經濟場打得很兇喔 好 左邊這邊的箭塔也順利解掉了 城堡也往外蓋 好 等一下輪軸技術 跟手推車 這邊不分地喔 經濟已經開始起飛了 那這個箭塔還是趕快拔掉 不然這邊有點難受 等一下網路又伐木了 好 庫曼這邊升級了 裝甲衝車升級 升級 好 第三座城堡蓋在家裡 他的蓋法都算是蠻保守的 如果是我會想要蓋這裡 像這個庫曼的位置 畢竟能守住幾根礦 好 這邊很多衝車想要直接撞 那每一台衝車裡面都有床槍兵 好 這邊要小心一點 這房子被撞 會卡人口 哇 麻 波關帝這邊不能卡下人口 但這個城堡蓋好 又可以補充人口 好 這一步我們要繼續強攻 把人選擇的徹萃 這要注意嗎 不要吧 裡面有長槍兵 好 這邊 這又是一個深東即西的 作戰方式喔 右邊衝車撤退 左邊這邊長槍兵加城堡 直接上硬蓋 長槍兵直接戳掉了一些清裝長槍兵 但是 刺激 也是省飾了非常多的一個長槍兵 長槍兵全部死去 馬上清裝兵 他的名字很難唸 我覺得很繞口令 這邊又在吃的 上來硬A 但是 這邊長槍兵需要很多直接戳爆 哇 死傷殘重 哇 死都有點多 在這邊也有 我們訂了一個城堡 好 左邊再蓋一個城堡 直接連環堡 雖然這個連環堡沒有完全cover到另外一座城堡 當然是想要找個地方插城堡 出這個馬上清裝奇病而已 好 這個時候博文帝已經點下了帝王死蛋 但三技伐木 三技龍都沒有點 村民宿目前是93村打79村 沒有補下第四個TC 因為通常這個時候 通常會補到四到五個TC 然後開始農到130人口 再加強一下自己的經濟實力 但兩邊都沒有 都是3TC 就稍微就停止專注農 可能也是 邊打兵作戰的關係 前面一直被騷擾 反擊 所以沒辦法很專心的 可以隨心所欲的 還是要出點兵 去防守 好 帝王死蛋升級好了 我們的第一時間應該會點下軍行投石機 先來把這個城堡拆掉 不然黃姬家門口的黃姬一直被挖 三技防頂下 但是左邊衝車已經過來了 這時候庫曼也點下帝王死蛋 他這一波可能是想要趁對方 剛上帝王死蛋還沒有生完所有的科技 打一個空窗棋 當然我覺得他進攻時間有點偏晚了 這邊在進攻可能會有點出事 這邊我覺得可以先保留實力 不要硬打這一波比較好 具體頭司機眼睛蓄勢待發 前線的BK有兩個 後面補下了更多均勻 庫曼是一個騎馬國家 結果他打成像步兵文明 這個庫曼也是很針對 好 這波直接硬戳上來 後裝長槍兵對上馬上輕裝兵的一個對決 看起來馬上輕裝兵的一個一擊必殺的效果實在太猛了 直接砍爆了大量的重裝長槍兵 哇這一波雖然富曼黃金只損失了衝車的黃金量 但馬上輕裝騎兵也是損失了一點點 但還是蠻強的 畢竟有三防 還是有效能扛住對方長槍兵的一個傷害 那最好這邊 知道地龍死掉 第一時間趕快去點這個疾病的升級 好這一波 霍根蒂 開始殺了出去 強大的軍事能力 直接反殺對手 這邊還抓到一個簡易聖物的一個勝率 這邊還抓到一個簡易聖物的一個勝率 好 波雲技升級了 精銳隊馬上輕鬆兵 好 空曼第一時間補下了疾病的升級 這邊要不要轉一點青茶呢 感覺好像沒必要 我覺得青茶也是蠻強的 打這個輕鬆兵好像還可以 好 這邊直接升級打疾病 直接兩個大槍直接拿出來戶桶 空曼這邊花黃劍的數量其實人不多 家裡的小金也沒有挖完 主金也是 花黃劍的人數一直不多 一直在專注在食物 跟木頭上 這個經濟配置我覺得配得不錯 畢竟自己是要專注打擊兵的一個路線 確實這兩個資源是要多一點的 黃金確實不需要這麼多 只需要來點這個升級 板甲技術跟攻擊 還有這個衝車 生產 還有升級這個衝車 鐵石需要弱的 那空曼這邊是完全打一個省支援戰術 那火光劍正好相反 是打一個大撒幣戰術 黃金 黃金挖的超多 然後一直在跟對方做互換動作 好 巨星托斯基直接架出來 哇 這一波看起來 馬上清裝兵 會有點危險 但好像有打的左右兩邊傷害來說 左邊有點殺出重蕾了 哇 這個數量真的太多 直接砍爆了一堆疾兵 哇 這個疾兵也擋不住 馬上清裝兵真的太猛了 巨星托斯基開始炸 但是感覺沒有足夠的疾兵可以做防守 巨星托斯基應該要被拆了 左邊又看了一堆要進去殺村民 好 急兵生產有點開始跟不上了 等一下這個增兵技術 加速一下這個產能 左邊的馬上清裝兵還在砍村民 哇 這一波看起來也太慘了 哇 這一波看起來也太慘了 直接送光 哇 這一波馬上清裝起兵拿到了一個優勢 左邊這個城堡架好 要來守住最後一顆黃金醋 但是急兵還在全力生產 這一波交換下來 伯根蒂看起來有點疲憊了 馬上清裝兵的攻擊力也沒有升到滿 好 轉出化學 要來點這個火槍了 伯根蒂的火槍有25%的攻擊加成 所以打這個急兵效果還是可以的 自己還點一下伯根蒂葡桃園 這個科技對伯根蒂來說是超強的一個能力 可以在這個種田的時候 慢慢在田裡找到黃金 就跟這個 越南一樣 伐木的時候 會挖到黃金一樣 黃金樹 愛爾登法盤 黃金樹 好 伏三隻清裝兵 對上大吉兵 大縫車也好了 側面這一波在交戰 清裝兵直接硬身倒地 但是吉兵有在陸續補過來嗎 好 正面看起來還是黃吉兵比較強的一點 好 吉兵過來直接硬戳 戳不贏正面 這些沖車又要白給了 好 家裡 好 三級弓一點下 好 居然沒有先點三級弓打好 再上去戳 有點可惜 有三級弓上去戳的話 可能還可以戳到55開了 好 布曼這邊經濟 看起來還可以 135村 國安地這邊村民有點略少 104村 超級弓 超級弓 但是前線的兵喔 單位非常多 這也巨頭舞台 有點誇張 好 這邊再進去送一波 想要把這一坨吉兵送掉 好 吉兵送掉之後 解放人口 再繼續補這個吉兵出來 想一直跟對方換單位 但是布曼這邊的兵 看起來像是遠遠不絕的 一直衝出來 這個大衝車 差一點 再補一下 可能就找三台 好 普根底這一波 直接殺到田裡 這裡黃金可能被控下來 馬上清裝兵 威力實在太強了 太多的吉兵 跟側兵直接原地 倒地 五台巨頭也在 再逃難免 再逃難免 左側的一個軍營 還在努力生產吉兵 但數量一直有點跟不上產能 產能速度還是沒有那麼的快速 普根底 無腦馬上清裝兵 實在是太猛了 連手師城堡都能辦得到 好 但是這座城堡也是射死了非常多的馬上清裝兵 OK 吉兵這邊在集結一波 軍營什麼太少了 只有八個軍營喔 真的是偏少 自己的產能到這麼大的時候 應該可以補到十到十二個 好 那這邊稍微 再補一下自己的村民喔 村民被殺太多了 只剩下一百一十村 跟普根底的村民差不多了 更多的一個 打吉兵出來 直接招降 聖女招兩隻吉兵 直接遠地倒地 還有一隻聖女在中間 正面有更多的一個 吉兵活了過來 但是這一波又是馬上清裝兵的勝利 吉兵又是硬是錯了進來 這邊再回首一下 再擋個一波 哇 這馬上清裝兵真的很難纏 但是自己的資料太變少了 柏文蒂是斷金了 黃金樹歸零 但是柏文蒂葡桃園的關係 所以黃金一直會跳 但是柏文蒂的對手 破曼黃金只有三千六百八十四 人家一直都是用在存錢 沒有用黃金跟你打 但是你已經把自己的黃金庫存用光了 家裡的黃金已經挖得差不多 現在一定要多種點田 多種點田 去轉出黃金來 專出了一些火槍兵 火槍兵打破壁的效果就是特別好 所以這邊被戳到還是很痛 因為吉兵有三攻 六加四十攻的傷害 火槍兵的話 防御這邊還沒有點 就算點的話也只有防御二而已 所以這個吉兵戳到這個火槍兵 一下還是有八滴血 一下八滴 有人招這個人嗎 一下八滴 有點老人招 好 好大吉兵這邊還在補 這邊開始轉出了這個肉馬 看來還是要出點肉馬去打火槍兵 黃金這麼多的情況下 庫曼可以選擇打草原奇兵 或者是打遊俠 都可以 如果打庫曼草原奇兵的話也是不錯的 因為他的跑速也是蠻快的 雖然我覺得草原奇兵蒙古的更強 畢竟這個血量多了一點 存活率夠高 這個草原奇兵 用起來也更得心一手 好 這裡經濟開始慢慢補了回來 村民回到124村 但伯根地沒有補村民 繼續在搶軍事 人口數129村 129人口 人口真的很明顯 可以再多補一點村民 再強化自己的經濟 多多蠢一點資源 打到大後期還是比較優勢一點 像庫曼這樣子 但庫曼這邊經濟也明顯有點辣茶 可能要趕快補 欸 人帶補了 補了三級伐木了 好 但是有這麼多的農田 直接被火香兵射掉 這邊伯根地想要來挖對手的黃金 庫曼這能忍嗎 轉出了大落馬 三級防野點下 好 直接轉落馬 這裡不直接出疾兵了 拉了19村來挖黃金 好 這一波海帶屯 落馬數量越來越多 馬就數量11個喔 比剛剛巨銀還要多 指兵也是暗了一些 還是要來解決一下 對手的一個輕裝騎兵 好 直接破門而入 要直接殺進來了嗎 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好 這一波看起來是要衝了 人口已經慢慢接近200人 騎兵上去想要硬戳 一堆落馬 直接上前補了過來 大騎兵 加上大落馬 新裝騎兵加火槍兵的一個 combo 黃金兵還是有點瑞森一籌的感覺 這邊垃圾兵跟對方交換很爽 一個黃金都沒耗 至於黃金來到4400 這個是黃金地存 一定是這樣子 快要到5000黃金了 這邊再戳一戳戳戳戳戳 不戳越多 好 直接戳爆 家裡衝車補下 一台 這是要騙對手的意思嗎 哇 結果這一波火槍兵沒有解掉 有點可惜 好 火槍兵也殺到了家裡的 厚金的一個位置 在深入的話 博更帝可能就要勝利了 不然這邊想要立挽戰局 這波打起來 不錯 涼了 馬上輕重變數量開始編掃 好 攻擊力就發現沒有點3攻 哇 博更帝 你說最後終局的時候突然想到了 但是博更帝這邊 撫的都是肉馬了 最後少量輕鬆兵過來 火槍兵數量也是減少了很多 水 看看這攻擊力喔 7加4 攻擊力21攻的火槍兵 非常痛 露馬 露馬 露馬要再過來嗎 要不要再補一下 OK 正面過來 當級兵 庫曼這邊 純粒的黃金 這邊直接包到了火槍兵的一個位置 但是沒有完全的包住 火槍兵還是順利的逃脫 開始甩槍 正面就靠馬上輕鬆兵跟大肉馬 但庫曼這邊還是有很多級兵在戳落 還有肉馬 顯示的速度非常快速 哇 史上慘重 這邊有更多級兵補的過來 還有肉馬 我買黃金還有4300 但是普恩帝這邊黃金已經見敵了 水 好 火槍兵 還在秀 哇 一隻甩 水箱 水箱 哇 更多肉馬補都過來 庫曼的肉馬跑速太快了 最快的跑速肉馬就是 庫曼 那庫曼這邊 好像要贏了欸 哇 怎麼穿逆轉啊 我看著誰 這級兵 很給力啊 哇 這個庫曼4000多黃金 到了大後期 想轉什麼也可以 反正是普恩帝這邊啊 黃金要用得非常節儉 可能要全部投資在這個 職兵身上 趕快轉這個 步兵喔 或是火槍喔 然後要一直靠這個肉馬去頂正面 好 這邊庫曼 外面還是補下來非常多的工程工程器 這個是要來安達同車的意思嗎 真的是 工程工程工程器製造署 好 這邊看起來幾兵也點下 我們幾兵 長槍兵 長槍兵 長槍兵也點下的伯根蒂 看起來有點猛 但是經濟上有點跟不太上了 哇 這裡 這一波衝車過來 普通地看起來擋不住喔 經濟有點慘 後面又被 大洛馬殺村民 哇 這波反殺的有點猛 正面還想要再繼續做輸出 火槍兵要再撤退了 甩下甩下 哇 最後的火槍兵 直接全部送光 火槍兵這邊買賣一波 買了一堆黃金 是要來點這個 疾病嗎 對 點疾病了 在這邊點疾病 點疾病的話 自己的經濟也淋了 點這個疾病 意義好像不太大 村民樹一直沒有拉起來 哇 這一波太傷了 衝車還沒有來 就這麼絕望 衝車來 就真的是 絕望到一個不行 哇 這個畫面 撞起來了撞起來了 OK 這邊 勃跟迪打出了 這個衝車 真的是 壓倒之後 一根稻草 直接壓爛稻草之外 也壓爛他的建築物了 勃跟迪這裡有點 算是失誤嗎 我不太確定咧 他這裡 真的打到後期的話 感覺三級農跟三級木 還是可以點一下 村民也是要補多一點 這個真的是有點慘 來看一下這個經濟 經濟應該是 賊爛 勃跟迪這邊 若還稍微贏 勃跟 枯曼一點點 黃金還贏了一萬 木頭輸很多 輸了兩萬 但是沒有辦法 這邊勃跟迪 後期 經濟應該是要拉開對手 很大潔 因為他自己是一個 很濃的文明 村民樹一直沒有拉到 非常高的一個位置 雖然這個伯根地 葡萄園最後還是有點下 但這邊 黃金雖然贏一萬 卻輸掉了比賽 霍曼之後一波 純黃金打這個大衝車 直接ALL IN 我覺得也是相當關鍵的 後期這邊還點下 這個大草原耕種技術 可以增加這個肉碼的 生成速度 再加100% 所以後面包肉碼速度 更快一點 看起來伯根地 以為 中間也可以用黃金煙死對手 但蘇姿還是被對手擋下來了 雙方的戰損比 相當速非常大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